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好孩子的时间 每个星期三10点 陪着大家一起 有港理台和大卫sir 记住订阅、收睇、赞好和留言 给港理台和大卫sir 还有大卫sir的普通话频道 现在香港的情况 令到我们很多香港人不知做什么 无所事事 好像我昨晚的节目所说的 就是怎么无所事事 我们根本不知道特区政府上在哪 欲帮无从 现在整班香港市民 其实就在这儿 见一样东西做一样东西 但是国际呢 我们有发生大事了 什么大事呢 就是我们的杨洁篪 和沙利文去见面 但是呢 这一次的会面 谈了非常之久 谈的议题非常之多 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之外 还有还有还有 最重要的 就是谈到台海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合作的关系 究竟怎么样 更加重要的 如果大家记得去年 3月19号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啊 AB军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没错了 差不多一周年了 一年之后又再见面 那这次见面呢 苏利文非常大事 非常非常之囂张 说 喂 中国 你千万不要 援助俄罗斯 如果不是呢 你就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但是这次呢 我们只是表示出 我们谦谦大国的风度 我们就表示 听都没听过 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都废话你了 中国有自己过一套的 会不会制裁俄罗斯 我们中国 亦都是重新再宣示自己的方向 和做法 不需要美国去教路 那么呢 苏利文呢 亦都表示 他说正在那儿和北京 私下直接沟通 不容许遭受经济制裁的俄罗斯 从任何国家 取得救生性 我们要怎样做 我们就怎样做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AB君 其实为什么这次苏利文呢 会这么困难呢 B君 你觉得呢 我要先讲讲 沙利文的背景 其实这位人兴 就是一个律师出身 来的 他呢 最劲的 就是他除了读这个 国际关系政治学之外 他也是一个律师出身 还有呢 是一个 以前小时候呢 在读高中的时候 他是一些辩论比赛的冠军来的 那但是 就是你是一个辩论的能手 他出来做事都是做法 做律师啦 那之后呢 才再进去做这个国际关系 然后成为了现在的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那 一位 辩论家 你知道律师喜欢跟人拗教的嘛 嗯 你跟人拗教的也是很聪明啦 那但是 你 谈外交 是一个妥协的艺术来的嘛 那 那律师 你听你的朋友 就是你认识一些律师的朋友 你就会有时会觉得 那些律师吃的 为什么这么喜欢咬的东西呢 因为他们这个职劫习惯来的 就是觉得我的 standpoint是对的 你要听我说这个 standpoint 但是 你当 如果你是在法庭上面 跟别人拗 你是说给一个官听 就是说给一些观众听 那个观众觉得你对才对的 但是 就是你很难去说服对手去听你做事的嘛 嗯 那你这次美国找沙利文这个律师 律师背景的人 一个辩论盟手 去跟中国谈 那你要 你要别人帮你做事是说服别人 而不是拗赢别人嘛 但是沙利文他的approach 他的行动方法就是一种咬 为咬而咬 就是我对的 所以你跟我 就是他的那个律师的邏刺思维 那你把这个什么思维 放在中美关系的谈判上面的时候呢 那我就出问题了 那我 就是 就是他没有站在 就是他只是为了自己的client 就是美国政府的想法 去帮自己国家变化 但是你知道 你要跟别人合作 你要别人跟你那套做事的时候 你要游说他们嘛 你没有游说就死了 所以你看到沙利文 一个很战斗格的人 你是不是中国不跟我的话呢 我就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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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法的时候 我不觉得这样是会帮到中美去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 也都无助于解决现在俄罗斯的问题 嗯 那这一点呢 其实呢 在这个 在 就是 那时候 基森格呢 基森格呢 基森格也警告的 那天 乌克兰 刚刚爆这个 危机出来的时候 基森格也说 喂 你国政府 如果你真的要和 乌克兰事件的时候 你要和中国 谈 negotiate 谈 合作 但是我不觉得现在沙利文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合作 他是一个辩论 以辩论加深 告诉你 你要做些什么 什么什么 而 很明显他是没有听过 我想似乎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他没有听书还是不记得了 总之现在很明显就是 他根本没有留意过一样 就是上年讲的一番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中国是有自己的主权 不是老米的狗狗 类似的说话 都不只是中国的人说 巴基斯坦的总统 都说 喂 你说 你老米叫我做 我们巴基斯坦就要做 为什么要听你说 你都傻了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国家有自己国家的主权 有自己的外交的独立主权 就是我们自己的外交方针 我的外交是要符合我自己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听你哪个哪个国家去说话 如果你要我听你第一个话的时候 起码麻烦你跟我跟我 就是 negotiate 有些交换 利益交换 至少是吧 不要说利益交换 起码你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傻了我才肯跟你去谈 对吗 就是国之间要谈 而很明显 这次美国国家安全 他可能只是做国家安全 他不是一个外交官 我就觉得他像一个外交官 OK 好 多谢你B君 A君呢 A君有什么看法 首先第一件事 我觉得他用了一个 我正在空着你的方向 我们背后的力量很庞大的 我们很坚的 整个西方世界在我身上 你不听我说你死定了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空人呢 A君第一个想法 就是和刚才阿瑞一开始说 去年的事情有关 因为去年 布兰勤 来到的时候 哇 坏到贴地了 极度仰衰 回去被人散 所以 今次我要告诉大家 我遇到同一个对手 上一手 做到这样的坏款 我不同的 我很有型的 我过来空你 第一件事就是这样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刚才A君也提过 今次老微 其实计划 就是经常说 搞一个新冷战 新冷战就是 首先 将俄罗B制裁 然后 将中国 捆绑一起 然后 想着 围堵这两个 甚至乎 最好 一网打尘 连波斯王子 伊朗也封了 一次过 说他们三个 是斜牌续心角 然后全世界封他 今次 可以说 先统领西方世界 然后 当封下这三个之后 一次过统领全世界 他就觉得 上一次的冷战 我赢了 今次我玩冷战2.0 我都会赢 未想 未出发 先兴奋 于是 就觉得自己 好像威猛了 走过来 凶你啊 小子 现在是我给你机会 你过来我 一起召俄罗斯 不是我连你也召了 到时你就知道 坏了 我就是这样想他 阿sir 你怎么看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 今次制裁俄罗斯 他想不到 整个欧洲 欧盟 这么多国家 再包括日本 韩国 还有 亚洲区 就算连我们的国家的领土 台湾 都在支持着美国 而去制裁俄罗斯 所以他觉得 没有了那种不安全感 所以 他就 很大支东西 对中国在咆哮 你一定要听我说 就是觉得自己 现在已经是大佬了 但是 我觉得他这个大佬 只不过是虚的 我认同AB军所说 尤其是AB军所说 尤其是AB军刚才所说 他想顺手把波斯王子 伊朗 中国 俄罗斯 把他捆绑在一起 其实这个情况 一直都在发生着 以及不断抹黑中国 其实我们当初是猜不中 俄罗斯 会去打乌克兰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还没有撤桥 以中国去做一个稳定派来说 如果知道要动手的时候 就一定会撤桥 可想而知 他都估计不到 俄罗斯 真的会动得这么猛烈 这个是我们自己看错了的地方 亦都相信 在我们国家里面 其实都是觉得 咦? 原来这次打得这么坚 所以的时候 才急急忙忙地撤桥 这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看法 对于今次 为什么苏黎文 这么强硬呢 除了刚才B军所说的 他是一个律师的背景之外 其实最重要 就是判死无大害 现在是看多少人支持我 是不是 还有呢 他发觉到 他这次是拿了很多的好处 这次呢 无论俄罗斯 赢还是赢 其实老美自己觉得 他自己都赢的了 因为这一场战争 如果拖得越久 就其实对美国越有利 他的制裁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令到俄罗斯 没有办法 再去支撑着他这个战事 还有呢 想透过这次的制裁 去令到俄罗斯倒下的 他们都很清楚 如果这次中国不帮忙的话 其实俄罗斯就倒下的 那大家 觉得 我们中国中央会不会帮忙呢 当然会啦 我帮忙 我现在只是劝和 我不想你再打下去 那如果当双方都需要我去做支援的话 我真的愿意做一个和事佬 或者做一个滑船人的 那当然 你看 现在以色列都出来在那里教这么多东西 老美 就是想俄罗斯死 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 我自己也觉得是不安好心 这个是质液 是拖拖拉拉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以色列对着俄罗斯 好像很友善 但是他实际上是老美的马 或者老美背后的金主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 所以整体上的形势是很复杂的 那我亦都期望俄罗斯在这一个关口里 就尽快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先 要动机库要拿机库 快快手手拿点去 逼扎哥 扎连斯基 就尽快地去投降 接受条件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件事 越快解决越好 亦都比美国老美少了一些机会 继续再去玩俄罗斯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补充呢? 我不同意 那位老师的说法 好 不要紧 因为我觉得 是不要紧的 我们不同的看法 不要紧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俄罗斯这次 就算他很快打赢乌克兰 也好 老美的制裁 也不会那么轻易放走他 所以 对俄罗斯来说 无论这场仗 有多快结束 或者多久结束都好 老美都不会轻易放过俄罗斯 制裁了就制裁了 就是说我不会放弃那个制裁 就是不会放弃那个制裁 所以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就是说 对俄罗斯来说 这次我不需要急着 要这么快打赢乌克兰 或者我这么快跟乌克兰 港王 因为其实他现在 乌克兰只不过是老美的OO 一幕前 听老美的OO 听老美的OO 就算我和乌克兰 谈定数也好 所以 美国制裁会放弃吗 不会 所以 现在国际的问题 是在于到底 老美和俄罗斯 两个国家 什么时候谈定数 他们谈定数之后 才有机会去结束这个危机 但是很明显 现在 暂时看上去 两边的牌 就是台面上的牌 都好像 没有意思去谈定这盘数 所以 现在就是了 现在就斗了 斗的是什么呢 现在斗的是一个 一个是金融战 到底看一下 哪个连了多久 我们看到现在那个 这个物价升得很厉害 那些原材料的物价都升得很厉害 原材料的物价升得很厉害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整个 全球的消费物价的指数 那现在老美的消费物价指数 最新的数字是7.9% 比一月的时候更高了一些 那看一下老美能捱得住 然后俄罗斯又要看一下俄罗斯 又要看一下俄罗斯 能捱得住 但是无论谁能捱得住 这个重点 是在于他们那个国内 有没有那么多资源 有没有那么多的日用品 正确点说是日用品 分给到一些国内的日文 如果老美那个通胀是很厉害的 而甚至乎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令到老美或者资本家那个 生意受影响的时候 就要看一下俄罗斯的资本家 可不可以压得住 美国政府 叫美国政府和俄罗斯谈 那同样俄罗斯的资本家 里面对于普京的行动 就是他们这些有钱人受到欧美制裁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顶得住这个制裁呢 而他们能不能顶得住制裁的同时 能不能够动到普京呢 这个就是现在美国那边想 希望可以动员到俄罗斯里面的有钱人去旅途普京 就是两边太多互相这样看 至于中国方面 其实现在中国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 日用品生产商 可以这么说 只要俄罗斯的一些物资 的一些外汇储处备 或者他们的一些 例如钢金啊 或者他们的油啊 可以去换到中国的商品的时候 那其实 其实俄罗斯是完全是可以支持 欧美的制裁的 这个问题就是 所以现在沙利文呢 就是沙利文去和他在中国仰洁篪谈 他这么强硬希望 其实他这么强硬要中国不是希望 是要中国呢 一起 站在一起去制裁俄罗斯呢 如果中国真的和老美站在一起的时候 那俄罗斯就应该死定了 但是很明显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你求我啦 你不说求我啦 你这么强硬 我更加不想跟你斗 是不是 更加不想听你折笋 是不是 还有呢 当然了 老美在游说中国 那同一时间呢 俄罗斯那边呢 现在我看到的感觉上 他们在那裡 俄罗斯都有在做一些动作的 他们现在俄罗斯是在游说中东的国家 俄罗斯 那呢 刚刚阿杰今天就见到 俄罗斯外交部长 阿拉夫罗夫呢 就去了卡塔尔 我忘记哪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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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卡塔尔的外长聊天 那未知聊到什么内容 那另外呢 另一样东西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老美 拜登呢 这几天来呢 不停地打电话 打电话找沙特王子 但是沙特王子竟然不理他 不听电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讯号 就是 到底沙特王子现在 是想跟 想趁着美俄之争 去拿更多的利益 或者是他真的 已经靠俄罗斯那边 想一起动老美呢 这个就真的有得看了 所以整个美俄 现在乌克兰的危机 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美俄之争 的时候呢 这个外交的局势呢 就要更加 这个问题 这一关你怎么看呢 关于沙特和俄美之争 这件事 沙特我就没有看 那又回去呢 就说回沙利文 还有呢 就要说说俄罗斯那边 那里了 刚才有提到 这个俄罗B呢 就跟这个烏克兰那边打 那竟然就不是闪电战搞得定 那其实呢 我就不太同意 说竟然不是闪电战搞得定 那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打到20天而已 你不是想着 一天搞得定 那都叫做烏克兰 对吧 你进去别人的地方那里 那何况别人的地方都不是小 那 都有一些时间要打一下的 跟何况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 俄军 是很狠 不计相亡地打 我想现在 几乎都已经 不知道是什么款 但是 要知道 其实俄军是 疏着当地人民地打的 那几条人道走廊 其实是俄军整出来的 所以 现在街上 就只是说走廊那里 是怎样 只去到白俄和俄罗斯 但是 是俄罗斯让出来 甚至俄罗斯主动地要搞出来 才有这件事情 好了 再说回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里 现在停停打打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 根本俄罗兵 都不是想直接扮死你 而是想拿回 乌克兰回来 最好就是 是他影响到 是不是乌克兰 最好不是他 因为这条反骨仔 但是 要回到政府那里 他无意 整个乌克兰 全部落袋 无意地做 只是希望那里做一个buffer 做一个援冲区 那 肯签这些援冲区协议的 可以是乌克兰可以是第二个 最好乌克兰 因为是在老美那里 帮他回来 当然这个机会 不知道高还是低 变成了 这么多日以来 其实你会看到 这几天 没有什么大打到的 没有什么大打 才不是没有打 因为其实最新的消息 已经是南边和东边 是通了 俄罗斯那里 就是 俄罗斯的军队 在乌克兰的南部 和东部 已经是通了 连水 电 等等的东西 都通了 简单的说 其实已经有绝对优势了 围住机库 随时移动 就移动到 现在就是机库那里 有没有妥协 所以在这段时候 可以说 停止 就是要等 这个泽连司机 做最后的选择 你要选择 就是和我们继续移动的 那你就会很快被移动 你要和我们谈的 答应某些条件的 那就大家有计谈了 而这段时候 俄罗斯真的提出了 六个条件 那这里就和大家去 go through一下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要求 乌克兰放弃 加入不弱 保持中立地位 俄罗斯就将会保证 乌克兰的安全 这件事 就一直都是我们说的 放弃加入不弱 保持中立地位 还有你做了这件事之后 俄罗斯就会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要赋予俄罗斯语 俄语 就在乌克兰里面 是第二官方语言 取消有关俄语的限制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早前就已经有说过 在乌丁丁里面 就有大量的纳米分子 甚至乎近期纳米主义抬头 将俄罗斯语 已经去到极度边缘化的位置 现在就想将俄罗斯语 在乌丁丁里 拿回第二语言地位 第三的 当然 要承认 俄罗斯语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第四是什么呢 就是 顿涅之黑 和劳金斯黑的共和国 是独立的 第五 就是 这个乌丁丁 要去纳米化 禁止 这个极端的民族主义 和新纳米 政党等等 和 要废除 燃有所有美化 纳米主义 和新纳米主义 的一些法律 当然了 第六就是 要乌丁丁 去军事化 完全放弃所有进攻性的武器 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国家 六项要求 现在 大蓝司机 真的要量度一量 否则 其实 俄罗B 也是 俄罗B 知道 B 知道 俄罗B 愿意成为 乌克兰安全的保障者 很明显的 就是 你完全臣服于我 我现在就以战逼我 我不是要取代你的国家 但是你是我自己的人 第二点 你说用俄语 在第二的官方语言 和之前扎连斯基整个乌丁丁 去做的事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 他是去俄国化的 对乌丁丁来说 尤其是我们看到 在橙色革命之前 其实整个乌克兰是亲俄的 后来被美国 因为俄罗斯国力不够强大 而去挽借乌克兰 令到他真的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这是一定的 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 你现在要回复 颜色革命之前所做的事 第三和第四 顿列治克也好 努金斯克也好 克里米亚也好 其实这些主权 其实很简单 你要承认这两个地方独立 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 这个情况就保障了 其实我是夹着整个乌丁丁 令到他没空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现在要去玩呢 我不再进攻你呢 其实对不住 你就要搞清楚 还有呢 现在我自己看到 目前这一刻来看 我不知道会不会 真的这么能走得掉 或者海炮突击队 突然间 说要保护扎连斯基 其实就堆了他 这些我不清楚 但是的时候呢 看到整个情况呢 其实 现在是逼着 扎连斯基 去解决你之前亲美的问题 是的 至于说 去纳米化 和禁止极端的民族主义 这些呢 所有的法律呢 其实是保障的 即是不让你这班人 继续在那里搞搞阵 甚至可以说 要殲灭了你这班人 不让你再搞外国势力 去影响到 乌克兰的一个稳定 因为乌克兰 只有稳定 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点 非军事化 放弃 进攻性的武器 这个很简单 什么叫进攻性的武器呢 你可以说 凡凡都是进攻性武器 大炮也是 导弹更加不用说 非军事化 就是说 你完全要俄罗斯 去负责你的国防安全 就回应第一点所说的 是俄罗斯 你愿意成为乌克兰安全的保障者 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今次 我直接一点去说 古丁丁 没得选 你一是就玩 不是 就灭国 两个选择 还有我很肯定一点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中央政府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是绝对绝对 不会制裁俄罗斯 这一点是贴一般的 情况来的了 那这一点 会怎样做呢 我相信普京 是很有智慧 去解决和处理这个问题的 今次这件事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就是扎连斯基 听话 就是接受 但是他的生命 是不是会继续安全呢 我们就不知道 另外一点 就是他不听话 那我就大条道理 接收了 接着建设一个新的政府 而这个新政府 是保障一定 是会接近俄罗斯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小小看法 带回给你 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我不觉得 会被灭国 不是灭国 是 是 你刚才说灭国 应该这么说 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灭国的 应该是说 去找回一个 俄罗斯可以接受的领导人 去继续做回 是的 他的领导 是的 不好意思 可能我刚才 真的说错 是的 应该是这样 找一个他接受的领导人 去接棒 就是这样 好 甚至乎A军 会是 非常之 认为 是绝对 不会令到 没有了 这个 这个独立主权国家 因为这样 就真的 入侵了 反而 打完之后 应该 独立的地方 就让他独立 应该归回去 俄罗斯的地方 归回去 至于 这个国家 要在 但是 选出来的总统 一定要亲我 其实 要不要选 或者得出来 不要说选出来 得出来 那个 是 没错 接着亲我之后 就保持中立地位 放去军事化 还有 第五点 刚才那件事提 就是去纳米化 这件事 我是很期待的 因为 之前我们有提过 在联合国有个决议 都说要 谴责些 纳米化的东西 就只有两个国家 没有支持 一个就是乌丁丁 一个就是老美 两个都没有支持 去纳米化的议案 如果 如果 这次 连乌丁丁都去纳米化 之后 下次做 这个决议的时候 就只有老美 一个 还说 纳米化 没问题 那就很好看 嗯 嗯 嗯 一样是的 B君有什么看法 是的 我也想问一下 我觉得 习列斯基 其实他都没得选 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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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习列斯基 有两个问题 第一 就是他上台 他上台的时候 就是 你知道 现在 乌克兰六国内 那个政局 其实 都只能够 有 只能够 反俄的人 才有机会 参选的嘛 就是 你支持俄罗斯 他都被人禁止了 因为 你一支持俄罗B 的话 你立刻会遇到 这个 颜色革命 其实是有很多的 不过 你就算选到 你都坐不穩 因为一定 就算 他已经不让你选 他可能 已经有很多人 堆下了 就是你说 纳米化了之后 你纳米化了之后 你一堆俄罗B之旗 命仔 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 是的 所以呢 阿格兰斯基 就是他那边 他身边那里 有这么多 那些害怕 或者那些 纳米主义的人 其实他都没有 没什么可能 会说 那么轻易去投降 第二 其实他甚至乎 我也觉得 甚至乎 我认为他 扎尼斯基 根本就不是代表乎 乌克兰人的利益 他是代表老美的利益 所以你 扎尼斯基 到底要不要和俄罗B 谈和 其实他是要打电话 问功课的 嗯 问一下老美 我可不可以投降 不行 那我就在谈门线上 说不行 那对上一次呢 在这个白鹅那边 开会的时候 那 乃连斯基 就是代表乌克兰 听和俄罗B谈判 的其中一个代表 是乌克兰的一个 富商 那他就在那个谈和的会议上面呢 有一些迹象显示他是愿意去谈和的 就是支持那个谈和 但是很快他就被那些立迷主义呢 就说他是通俄 然后就一下子下跌了他 连审都不用审了 不用审了 一下子下跌了 所以这些事件就可以看到 如果乌克兰斯基 他身边 就算他有这个意思 他身边的人都应该会打倒他的 所以就应该都好 除非老美说 乌克兰你去投降 那才有机会 不然他都没有机会做这些事情 不过我现在看下去 老美都不是觉得自己会输 所以他都没有什么情趣去谈和 其实两边都觉得自己不会输 更加不会在短期里面谈到 对了 乌克兰斯基 就是我的看法就这么多了 嗯 好 那乌克兰你说 乌克兰斯基 准备定去做这个流氓政府都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 没得流亡 当然 他走不走得掉呢 没得流亡 哈哈 有江湖传播 其实他已经不在俄罗比 所以他已经不在乌克兰了 江湖传了很久 江湖传了很久 对了 他一直都不在乌克兰 他一直都假扮在乌克兰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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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K 好好好 今天要讲讲这十个细节 嗯 好 是的 那 内地啊 浴淵谈的那里 真的非常之眼力 先讲讲这十个细节 这次呢 这个中 中美这样的会谈 再次的会谈 第一样东西呢 要提到呢 就是时间 时间呢 刚才我都说了 那其实呢 就和一年前 这个中美那边的团队 去谈呢 那其实就是一个差不多的时间来的 那 那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呢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中美的元首啦 这个视频会晤之后呢 其实一百三十四日啊 那这次呢 都是一个追随 一百四日啊 还有呢 你觉得时间上呢 哎呀 那么巧啊 在这个上海公布五十周年啊 就是呢 这个中美啊 打破坚兵 走向正常化的关系啊 所以呢 其实呢 都挺多东西走在一起的时间点 都挺特别的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 那地点呢 地点呢 就是在意大利那里 那里 那里那里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呢 意大利啊 是第一个 签署啊 这个呢 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啊 的倡议的G7国家来的 第一个啊 那同时间呢 啊 也都啊 大家古代都知道啦 跳跳大路通罗马嘛 那所以呢 那这次呢 大家又走到大路上 还有呢 也是我们第一个朋友 一带一路的G7朋友啊 好了 接着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 你看啊 沙利文和苏利文啊 和这个灯神的密切关系啊 那其实呢 一直来说 苏利文呢 其实都很friend啊 灯神的 那这次呢 就特地呢 就将这个呢 那么重要的东西给到他呢 那真的呢 可以说是 差不多是和灯神 直接对话那样的 那样的 好了 第四点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呢 就是呢 中方那边 和沙利文呢 其实一直都保持着沟通 的 由去年年底 我们啊 习大大 和灯神 聊天之后呢 其实 两者呢 都可以说 差不多呢 是 多代表到国家啊 甚至乎 多代表到呢 最高领导人的 那个意愿的 好了 第五点是什么呢 就是呢 就是这个 会晤的重点是 落实了 双方中美元首啊 上次啊 即11月的时候呢 那些是达成的重要共识的 包括了呢 就要重新再说一次 这个呢 弯弯的毒辣呢 是不会搞出来的 好了 另外是什么呢 老美呢 就要屈我们中央了哦 就说呢 我们中央呢 是提前知道 这个呢 俄罗B 啊 进军这个乌丹丹的 那 刚才呢 呢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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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独辣那样东西呢 就杀我们中央了 杀完之后呢 呢 一口砂糖 就一口啥了 就屈我们中央了 哇 我们中央呢 是一早知道啊 俄罗B是会入侵了 这个乌丹丹的 好了 但是呢 我们中央啊 就寸土不让啊 撑都行 啊 一定呢 第一就是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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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借意啊 打这件事 还有呢 跟着呢 不要屈我们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的 好了 跟着呢 还有一个point 就挺有趣的 其实呢 商家呢 都是呢 向老美的贸易代表呢 就发出请求 一百五十个的 老美零售商家呢 呢 其实就请求呢 就大家 聊聊天的 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呢 第九点是什么呢 就是呢 众议院啊 这个版本啊 就2022年啊 老美竞争法案那里啊 那里啊 就是要是压制住中国啦 所以好像说呢 跟那些商家呢 又有点不同啊 好了 到最后啊 最后一样就是呢 我们中央啊 就是说呢 解决俄污问题呢 立场啊 一直都是呢 一致的 就是 麻烦大家 不要在那里搞那么多事 我们要促使和谈 不是在那里搞制裁 哎 说完这十点了 大家有没有补充 这十点是很棒的 不如让B君先说吧 好吗 B君 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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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老美就当然是 将一些矛头 就指了向中央 中国那边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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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那边 他就是 我生毒癖 那就是 一就是 你中国要帮我们 美国重点回这个 制造业 第二 你中国要听老美之谈 第一个跟我制取的俄罗斯 第三 你中国你开放个市场 你老美进去 你中国的市场 就是 就是来看那些三样东西 但是这三样东西 其实都是违反了 我们中国的主权利益的 那 我就很简单 为什么要听你老美国 所以呢 其实我这次见到呢 那个 就是 官方那边出的那些 这些说法呢 就是 一个 又是一个 双方 又是一个交流的 就是 都是一个交流的活动啊 其实你看到 他们的交流 其实都是 就是谈不成了 大家 说完 大家说完自己的立场 那就完了 我说 我说 我就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呢 这个核心关切那里 第七个细节呢 是真是种中之重的 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说任何纵容 支持台独的分裂势力 企图打台湾派交 以台制华的图谋呢 都不能得逞的 是的 美国呢 千万不要在十分危险的道路上高 越走越远啦 那 其他事情 其实都很重点的 这次去谈 因为 谈了多久呢 七个小时 是非常之久啊 谈七个小时 这七个小时里面 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去谈的 那最重要呢 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否一个重点呢 我就觉得 我已经申明了我的立场了 我的立场 就是我现在符合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 那这一样东西 其实我们国家讲完之后 就无需要再讲 我要跟哪个国家去做生意 我就跟哪个国家去做生意 我要怎样做 我就怎样做 我做回我们应该 符合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内利益的事 我是不会跟你理的 你要跟我继续去打贸易战 其实是没意思的 或者你说要制裁我 其实都没意思的 我是不会理你的 因为你现在根本就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高 更加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看到 在两会的期间 我们习近平主席 上一集节目讲过的了 就是跟法国的总理 法国的总统 德国的总理 去谈谈 虽然是视像的 但很明显 我们是要谈的 如果老老美再用高压的手段去对我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自己狠狠的 我一定会懂得去玩这个国际的政治 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走 你如果 你再继续搞一些小动作 又或者做一些东西 你就自己小心一点 我就不会主动动手的 不论你打香港牌也好 新疆牌也好 新疆牌也好 病毒溯源牌也好 台湾牌也好 这些呢 所有的事情 我都不怕你 只是回应回 苏利文的整体恐吓 我现在呢 就做出这些动作 告诉你 我在做什么 而且这次和过往一样 都没有会后的共同联合声明 没有中美之间的联合声明 没有这一样东西 这一样很重要 因为各自都是 你有你讲 我有我讲 我做回自己的东西 可以说 是不是兵庸相见 未至于 但是我相信会谈的气氛 都非常之活跃的 一定会有很多UK谈的 我们讲活跃都知道 一定在很多问题上 有深切的交流 有深切和衰竭的交流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的时候 大家呢 就是我给你面子 你给不给我面子 你不给我面子 那你就自己看得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 大家还在国际事务上 有没有补充 有啊有啊 好请讲 是啊 是啊 这次呢 事已至此 老美 肯定是好死 想离间一下我们中央 和俄罗B之间 现在俄罗B 就列出了有十样东西 就是我们中央 在这个乌丁丁的局势里面 获益的东西 嗯 有 这个我看过 A军就略略数数了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银联支付 啊 这个Union Pay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万事达 和这个Visa 拒绝了 俄罗B的交付之后 俄罗B的七间大型银行 就计划 就是用这个 银联 去做这个支付系统 哎呀怪不得 老美一定要找我们中央 有个Leary 有个出路给他 想封人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中央一向都是说 制裁是没用的 要回谈判桌 所以我们一样呢 是会和对方谈的 好了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 Union Pay 当然了 是令到成功 中国的银行系统 就受益了 当然了 西方拒绝了俄罗B的贷款 和资产 这些生意 就落到中央那里做咯 好了 接着是什么呢 既然落到我们中央那里做咯 自然 在这个人仔的用途来说 就多了很多了 所以 现在人仔就变得更加有利 好了 第四点是什么呢 有钱之后 就当然了 物流啊 贸易啊 自然会再创新高了 好了 第五点是什么呢 就是 把中国的消费品 再进去这个俄罗B的市场 刚才所提到 俄罗B呢 其实这次被制裁之后呢 那个日用品 那个的需求在那里 但是呢 入不了货 这次呢 中央那边呢 就可以是更加 和它更紧密的联系了 好了 第六点是什么呢 当然了 汽车啊 制造商啊等等 也都是有个有利的位置 除了日用品之外 那些discretionary 就是那些 比如汽车啊 内用品那些 也都是有着数了 啊 有利的位置了 去到 好了 接着呢 中国呢 就可以获得了 欧洲拒绝的所有的俄罗B的资源 就是呢 欧洲不要的俄罗B资源 中央就可以拿得到 包括石油啊 原材料啊 等天然气啊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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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啊 好了 中国的投资者啊 活跃并且有利的条件下 可以积极地参与俄罗B的企业啊 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 因为俄罗B啊 很多的企业啊 就跌到七个一平 都挺缺水啊 缺水不要紧 刚才所说的 我们银行业进来 银行业进来之后啊 其实呢 其他投资者啊 都可以再参与多些俄罗B的企业了 好了 接着呢 中央呢 就作为俄罗B混行 啊 绕道混行呢 这个作用呢 就更加之大了 所以呢 可以说 如果说呢 香道呢 是一个的 给我们中央里面 走出去的 其中一个 可以绕道出去的 一个 桥头堡的话呢 哎呀 今次呢 中央呢 成为俄罗B 绕道出去国际呢 的一个代理人 好了 最后一点 就是呢 连啊 全世界啊 死到自殺啊 的这个航空业啊 都可以啊 令到我们中央的航空业 受益啊 因为呢 全世界这么悲哀的时候呢 都只是呢 我们中央啊 就可以帮到他手啊 所以呢 一列列出来啊 十个啊 有利于中方的地方啊 那中方呢 一向都和俄罗B的了 这十个呢 只不过是Fan底之后啊 的一个呢 额外啊 这一个好处呢 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件事 不过 同你Fan自然就不用怕了 哎呀 好 说到这里 给大家 我认同的 其实呢 很多的关系上 在国际和国际之间 其实好像B君在开始说的 就是要谈谈他 如果呢 你要故意去搞乱当呢 其实对大家是没有利益的 你要跟我玩 你只会破坏你自己的经济的 老美的国内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非常之严峻的了 那个通胀又那么厉害 是不是 跟着呢又说要谈加息了 虽然油价呢 暂时呢 暂时跌到100美元之下 暂时的 但是呢 整体上来说呢 其实油价都是看升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当俄罗斯 继续被制裁 石油 又不可以出口的话 那影响当然会很大 所以 接下来的情况呢 真的 我们觉得真的要再继续观察一下 老美今次是很想赢的 因为觉得 我终于有很多盟友在身边了 但是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就 静观其变了 好吗 好 B君有没有事情要补充一下 没有我们就讲中国疫情了 OK 那我们谈谈中国疫情了 好啊 因为中国疫情呢 都有一点麻烦了 现在我们见到 吉林市那边就 过过千 现在国力近乎香岛的 深圳和东莞都已经封销了 是的 那中山那边有没有事呢 大卫长 一来 我目前 根据我印象所得 我已经是做了 第三天的核酸的了 如无意外的话 就这几天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应该就可以解封 我们就可以去其他阵道 就是走的了 我的儿子呢 现在呢 就是在家里陪着我 因为一切在这儿 就是在风阵的情况之下 止入不出啊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到处走 那我家学下 就是在五桂山的嘛 那所以的时候 就不可以出去咯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但是安全的 整体上高 大家都感觉到 现在是井然有罪啊 整体情况来说 嗯 是的 非常之好的 那疫情那里 有什么看法呢 毕君 我说一下深圳那边的疫情 因为呢 我深圳的家人都在深圳那边 嗯 那现在深圳那边 其实 之前呢 今个月初开始 已经有局部的地区 就已经 开始封 已经开始封了 那现在就 现在就令到全市都封了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呢 都是因为 这个香岛 就是有告犯 是很大的原因 是从香岛那些人 出入深圳的时候 就顺便 带上一些病毒 那样 传染给身边的人 那这个都不是一个 这个比不幸的事来的 那但是呢 深圳那边呢 那个动作就非常之快 它一见哪个地区呢 哪个屋远呢 有这个 这个 这个出事的时候 立刻就封城 然后立刻看 逐个逐个去检测 但是 今次事件呢 其实大家看到是 不单止是 深圳那边爆 其实呢 最主要 就是因为香港这边爆 导致深圳有事 也是因为呢 东莞那边呢 都要出事的 所以呢 都要呢 这个深圳那边呢 都要很害怕 因为深圳和东莞那个 交流是非常之密切的 大湾区嘛 大家周围走嘛 还有呢 深圳 就是 深圳就已经是做了一个 科研的主要城市 然后科研主要城市之后呢 科研之后那些工厂呢 就会放在东莞地区 所以呢 深圳和东莞呢 那个互补性 一向都很强 所以呢 因为这次东莞出事呢 东莞那边出事呢 其实呢 到深圳这边呢 都要一起去封城 那深圳呢 他现在封城之后呢 我收到的消息就是说 第一日封城呢 就检测呢 现在已经捕到 或者找到80个 就是新冠病毒阳性的人士 这个就是所见到的是 所谓的动态清零 就是我要通过封城呢 去检测那些人呢 然后尽快找到 检测了我们的城市里面 哪里有一些隐性的传播链 你找到一些隐性传播链 传播的人的时候呢 就切断了传播链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地 去令到整个城市 恢复正常 这个就是那个 和泰晴明封城的重要性 那么呢 原来呢 东莞那边呢 东莞那边爆祸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因为呢 有个镇呢 就 有个镇呢 就公安那边 就那个检测做得 封 就是检测那边做得差 所以呢 就立刻被人炒了 公安有个镇 是的 所以那些官员就被人炒了 是的 那你就见到呢 因为他们那边好像爆了 不知道几百个人 爆了一百九十 即是一百九十个人 尤其是 即是累计呢 就一千人之后 就一千多人之后呢 其中一个地方 一个镇 叫大浪镇 就有一千零二宗 所以就立刻 那个公安厅 就立刻被人炒了 嗯 那东莞那边 有个镇 有个镇的公安 就是公安那些领导 被人炒了 就是 杀鸡警候嘛 那所以就搞到深圳那边 那些官员都 腾腾震 哇 立刻到处了 立刻到处了 没了份工啊 大哥 死亡都立刻 跟我搞定了 检查 立刻封城 封城到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封城 都挺急的 快准狠 真的快准狠 快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天 星期六日 开始说封城的时候 只有深圳的朋友 立刻在朋友圈里说 我们星期六日 我们要加班 加班 要安排我们公司的同事 如何去在家工作 然后还有些朋友在那里 封城啊 我下不了工怎么办 没有车乘啊 然后原来还有一些人 东莞那边封城急到 我不知道 有些市民是不知道 原来是封城 封城的时候 没有车乘回工 所以你看到我们 深圳东莞市民 对于工作的热成有多高 没有车乘回工 没有车乘回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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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是的 中山那里 我再跟大家 讲一讲资料 经过了这三日 两三日的核酸检测 我刚刚看回资料 就是 目前 整个中山市沙溪阵 做了二十多万的检测 二十多万的检测 做了两次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二十三日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发现了一例 一例 无症状感染者 一个例 这个一例 如果被香港去看的时候 有没有搞错 你花了这么多成本 你才能找到一个例子 这些不符合经济原则 又在那里吵来吵去 但是 发现了一例 那么 那个地方 距离我这边 挺接近的 就是 隔壁挺冷 不是我这个小区 是第二个小区 但是 我看到 整体来说 大家都很守规矩 去做核酸检测 而且是井井有条 大家会不会怕受感染呢 其实是不怕的 而且随时变通 大概有 本来是有三个站 三个地方 同一个站里面 三个地方是核酸的 但后来看到人多 就加开多一个 如果再人多 再加开一个 可以最多有五个核酸检测的地方 给大家去做 还有十运一 那就很快了 而且你会看到 那个核酸检测 大概十几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 我睡醒了 第二天我就看到 咦?我是核酸检测 现在是阳性还是阴性 这些情况 香港绝对可以借镜 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 我们又看到 吉林省那里 有很大件事 是不是? 吉林省那里有什么看法 是啊 八千多人 八千多人出事 这次真的 又是 落马 而且 又要立即補上 立即做事 核酸检测 把封住的地方 等等 一样全部都做了 对 没错 这是一定要做的 这就是动态清明 对 不知道香港有没有人会落马呢? 香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落马呢? 我要补充一件事 我要补充一件事 就是大家 可能说 我们 就是 封城 因为人口 人口少而已 等等 其实深圳人口 就是 深圳的人口 是1200多万 至1700多万 试乎 常住 人口 是常住人口 有1200多万 是常住渣 还有一些 就是 交流 出社交易 多大 可能加上一处的时候 呢 有1700至1700万 深圳 所以 深圳的人口 起碼是高过香港 50% 起碼 但是他都做得了風承 還有一件事大家看到東莞和吉林市那裡 市長、有關的人員、部門、公安人員那些領導 是要被問責為何你會搞不定 其實他之前不是因為8000多人而去炒魷魚 是他在爆一、二百人的時候立刻炒魷魚 然後立刻安排風承,吉林市那邊 嗯,吉林也做得這麼好啊 二千多萬,吉林 但是你也沒辦法,因為傳播鏈已經爆炒了 所以你現在立刻找到8000多人 是因為去封城再檢測,全民去做這個檢測的時候 才能找到這麼好的 是啊,他還說95%人物好病症地找出來 哎呀,鄉島還說,我們找到七成啊 人家找到95% 嗯 是啊,這個中國裏面,就是我們內地的城市 所以真的做到一個示範的作用 還有啊,還有很多東西做示範的 例如這個心事 一說封城,就已經有統一的資訊走出來了 不僅微信有啦,在這個政府那些 深圳那邊的一些顯示的口訊等等 全部都有啦 A棍都收到啦 那一出呢,還要是統一口徑的 啊,一彈出來,第一樣東西就是核酸測試 七日三檢,隔天一檢 然後要說哪一道一天一檢,哪些呢 就是三輪核酸這樣 好了,講完核酸測試呢,就講交通安排 這個A棍就不詳細說了 好了,接著就講物資供應,又怎樣去做法了 接著,再去講什麼呢 假設大家有什麼文事訴訟呢 那就可以在哪裡記錄了先 啊,還有啦,要一些 醫藥啊等等的東西,又可以在哪裡拿啊 有特殊需要的服務的 那也都有不同區的熱線啊 好了,至於大家,有什麼特別的需求 是需要回饋的話呢 也都是有一條熱線給大家 隨時有人去接聽的 請大家放心啊 好了,至於其他那些生活上的東西 也都講明哪些地方 會提供服務,哪些沒有提供服務 但是如果遇到問題,又可以打電話去哪裡了 好了,至於社區的一些控制啊 行業的政策啊,包括了金融業 需要上班啊,還有如果要上班的話 那是要怎樣去做核酸啊 怎樣家居隔離啊 又是清清楚楚的交代啊 可以說一下,一出來 16點,剛才所說的這麼多個大項啊 只要你有手機,甚至乎你沒有手機啊 都是有統一口徑,這樣去給所有的市民啊 這一點又是值得借鏡啊 我可以補充多一句啊 補充多一個就是那個微官那個小區裡面那個管理 那他們基本上那些屋卷裡面呢 其實呢,屋卷裡面有一些,就是我們可以說是護助委員會啊 又或者香港叫做護助委員會啊 或者那裡是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政黨裡面有一些工作人員啊 或者社工啦,一些志願者啦 那他們呢,就其實已經就把所有居民呢都拉進去一個微信群 然後就,然後呢,就說啊,你要下來做檢測的時候 就麻煩你就可以在這個微信那裡說好一下 你那裡有哪一批同事呢 哪一批的居民呢,可以先下來呢 就下來做檢測 那其他就先等一等這樣 那一棟幾樓到幾樓的市民麻煩你下來做檢測啦 那收到資料之後,那些市民就下去做檢測啦 那就可以避免到呢,那個容易交叉感染 沒有錯,沒有錯 第二呢,都不用那麼混亂啦 真的不需要那麼混亂,不需要排幾個小時啦 不需要在這裡吃西北風啦 另外就是你那個,那些物資到的時候呢 就從一去了那個屋卷裡面 屋卷的門口,放下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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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放下一些貨啊 就在那門口放下一些貨 然後再打換那些住戶下來 有秩序,又可以避免到 那個,那些 避免那些送貨員呢,有機會受感染 就算我沒有微信也好 有些大廈管理不太好 叫人家下來怎麼做檢查 拿大聲鼓叫 是咯 那時候Joby說在葵聰邨出事 又說一大堆人下來 接著Joby說要不要這樣 你學一下我們 政黨叫人家去投票的時候 那就分批下來 一樣而已 高科技有高科技做法 低科技就拿大聲鼓 這個認同 所以你說這樣做不到 就真的是你做不做 不要告訴他做不到 甚至乎拍門也可以 A軍聽過有個版本 更有趣 上門拍門的時候 咦 沒有人英雅 那就是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那怎麼辦 沒有 我們幫他 轉水斷電 這樣就可以了 沒錯 很簡單 直接 直接拜守又明瞭 你不開門就斷水斷電 裡面的人 就不知為什麼 由一間擠屋 變成 不好意思 剛才睡了眼淚 我不是拒絕做 是想測試的 我不是的 剛剛睡了眼淚 不好意思 我們不需要斷水斷電 沒錯 這些就是 自亂使用重點 剛才看到資料 控台物價 控台物價 囤積居期 囤積居期 最高罰三百萬元 人仔 你看看 多開心 還要坐 是啊 你說這個是不是很棒 香港 你缺一日課 物價馬上升 我真的覺得 社會主義是好過資本主義很多 你不要這樣說你黃瓜 我擺明說他是吹嗎 OK 好 說完了 你說香港 我先走了 多謝你 好了 好了 這次真的說鄉島 又要偏偏另一個 我們說了這麼多 關於內地 我相信網絡旁邊的觀眾 都知道我們說了這麼多 都是為了 給鄉島一個示範作用 沒錯 我已經 不會叫特首 去做相比 阿sir 知不知道為什麼不可以相比 沒有得比 蚊比銅牛比 一個做得這麼差 一個做得這麼好 怎麼比 你侮辱了我們內地 這個是重要的一點 還有 有些人很喜歡用萬能key 因為我們從去年開始 因為這兩年開始 我們不斷地說要做全民檢測 那這個鵝粉呢 就一定會跟我們說同一句說 哪裏哪裏不可以跟我們比 哪裏哪裏要做六個小時做一千多萬 不可以跟我們比 我不是叫你比 因為我知道這個是萬能key 哪裏都不可以跟香港比 香港很獨特的 我不是叫你跟那個地方比 我是叫你看別人示範一次給你看 不是跟你比 示範 知道什麼是示範 搞清楚 我已經放棄了你們說比較的了 你們都藉口 想到藉口都不想用 我不跟你比 我們要示範 看清楚別人怎麼做 別問我是不是借鏡 你寫清楚別人做什麼 別人做什麼的 你收回來當示範 學不學到的 看你資質高還是低 我沒有叫你學 我只是叫你寫低別人做什麼 示範啊 清楚了沒有 但是又要我到那些鵝粉 嘩嘩的聲音 鵝粉 這些鵝粉剩下多少 阿sir 12% 還有兩位數嗎 數字幾時做的 數字是3月7日到3月11日做的 我看到我也覺得 嘩 嘩 好快 真的很隱惹 好隱惹 不過這樣 大家聽12% 都覺得有些積積清奇 為什麼還會有雙數字 不過我們上次說的時候 是18% 是沒錯 跌了6% 即是不見了3分1 不見了3分1 絕對是 這個是香港市民都很清楚的 還有 請說 28%的基數這麼低 都還可以不見3分1 其實都挺嚴重的 其實基數越低 那些就變成鐵粉 通常都是 鐵粉通常跌無我跌的 說真的 我昨天 即是今天 剛剛之前錄製的節目 我都說 你現在無論 即是我不喜歡黃藍之分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男的 但是 你去看 你所謂的黃藍之分 其實大家現在都很統一 就是快些收工 是不是 所以我為民請命 我就又要說 我說中央要做事了 對嗎 即是說 你搞錯了 這次我又要提醒你 我不同意 甚麼 你知不知道要12% 為甚麼 我懷疑 懷疑甚麼 而是因為有些黃人走去支持 有些黃人走去支持林鄭 唉 她這次 做得好 做得好 這麼多年來做不到的事 林鄭幫他們做了 你看看 我們在街上做了這麼多事 打了這麼多人 都帶來鄉島的傷害 及不上你 你簡直是我偶像 幾點 是不是 唉 真是 我們現在相當無奈 唉 真是 不知怎麼說 你想想 我們搞這麼久 又說 病毒一來的時候 我們說封關都搞不定 現在你林鄭 搞一招楊鳳陰為 表面那陣 就告訴別人 是這個動態清零 問你動態清零是甚麼 始終勇者不是我 不過他的政策 全部都是與病毒共存 搞一搞 通關無望 那些有聲勢力氣 搞這麼久 沒有做到的事 你一招搞定 那些黃人就是那12% 我看見清雄大律師 也是這樣 他是贊成與病毒共存的 很明顯看到 與病毒共存 那些是很西方的 是不是 他都說 現在你搞得民不聊生 林鄭 你支持於病毒共存 還聞不聊生 是啊 沒錯 其實他不知道 甚麼叫清零 清零的政策 究竟是怎麼玩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這個 我就真的 有發覺到這樣的情況 更加重要的是 股市又在下跌 是不是 下跌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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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在做片的時候 其實的時候 已經跌破18,500點了 是 就是我們不知道 星期三會怎樣 但是現在跌得這麼金的時候 其實兩個字搞定 股災 是不是 現在是股災來的 我不知道A軍怎麼看 這件事情 當然是要請教A軍的 經濟專家 是怎樣 別這樣說 別這樣說 很多人比我厲害 其實這樣的 我做的事情 通常都是中線一點點的 中線就三個月到六個月左右 那我就看 就是向好的方面想的 嗯 向好的方面想 還有我們 就是林太會辭職 林太會辭職? 林太會問責? 我是說市裡面 因為 師傅 師傅有教 師傅有教 就是 無論市好 還是我們都要 握到一些東西出來 叫人做事 好啊 好 行 配方 所以 你問我這些 受過這方面的 訓練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會 說到一些東西出來 令到你覺得 OK 在這段時間 你不要全部都走 所以你不要問我 我這些人是這樣的 是 說完 快發生核爆 我都會叫你買軍工股 你放心 我這些人是這樣的 所以找經濟學家 不是 找金融專家 或者股市專家 你就要小心了 現在A軍就爆出來了 很嚴重 真的 無論怎樣都可以做到事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說這些金融的事情 因為有我這些金融的人 你們是要小心點看著 要過濾我的話 電視機旁邊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學 我們受了很多年的訓練 是 這是專業訓練 我們要小心點 但是我最近 不是最近 只是今天看到大公文匯的社評 香港不缺錢 不缺營難而上 這一段很棒 是嗎 是呀 我剛剛想說這裡 阿Sir你講 你講 我當然要交給你講 我做這個小主持 是嗎 大家兄弟 錢人的東西不說 我們再說一些社評 沒錯 好 來 社評這次真的寫得好 香港真的不缺錢 是缺營難而上 我們就略略說到重點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說 鄉島 這次其實就是 林鄭 看到深圳也出事了 但是依然 援港的人手 物資 是沒有短缺的 林鄭就表示了感謝 但是更加重要的 不是向中央講感謝 更加重要的是要切實地做好抗疫的工作 絕對不能夠躺在中央支持之上 給人等 靠 腰 的感覺 正確實地做好抗疫 黑棍沒有勞趣 還有他 形難而上 積極作為 才能早日打贏這場 逆戰 跟著整段 講很多關於內地都很大件事 廣東省又怎麼做 等等等等 那些事情 但是 我們內地 無論多大件事都好 依然 在壓力之下 依然是為了保障 鄉島的一些援助 支持鄉島的抗疫工作 我想大家都有數 社論也有這麼說 比如75個醫務人員 300個醫療團體 也來到鄉島等等等等 很多事情 甚至乎 有些人 簡直可以說 是拋家棄子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協助鄉島 盡快穩定這個疫情 做到鄉島有求 祖國必應 要人有人 要物資 有物資的一個狀況 彰顯一國兩制優勢 還有 體現一家人 血濃於水的親情 但是 如果躺在 中央的 有求必應上 不作為 這不是 合格的 愛國愛港管治者 A軍看到這裡 打過突 即是說 你還在躺平 有東西 不行就 張開口 在說 阿爺我沒有人 阿爺我沒有物資 阿爺我沒有物資 阿爺我每樣都沒有 你這樣躺平的話 不是一個合格的 愛國愛港管治者 最重要是管治者 在說誰 大家 自己想 然後 話風又一轉 馬上再說 香島是全國最富裕的城市 醫療資源 也是全國最好的 不要說要為國家分憂 但是至少 你都管好自己的事 解決好自己的問題 不要成為國家的負擔 不要成為國家抗疫的軟辣和缺口 如果再這樣下去 香港只會永遠 長不大的巨嬰 成為一個 好了 接著 再直接 再一次說 多說 什麼呢 香港抗疫不缺錢 也不是缺人手 缺乏的是什麼呢 責任感 缺的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情懷 怎麼這麼說呢 一方面 大量確診者家居隔離 極需要抗疫物資 另外一方面 大量物資封存在倉庫裏面 未能勿盡其用 一方面 內地的專家 醫務人員 護工藍下 慈喚樂 亦不絕 一方面 大部分公務員 家居工作 這個引號在這裡 或者還在想 是不是參與前線的抗疫 裡面講條件 這些不是打仗 是打工 好了 醒完一輪 還要多收拾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夏寶龍所說 愛國者治港 需要五有 有情懷 有格局 有擔當 有本領 有作為 重要對香港有求必應 香港更需要 努力自強 要爭氣 整篇社論重點說出來 休息一下 夏寶龍所說 好興奮 挫住一條氣 等我來 等我來 有一件事 就是林鄭說 三件事 沒有辦法去做到像深圳那樣的 第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整體上高 香港地方的體制 第二 動員的能力 第三就是資源的問題 地方體制有什麼問題 難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嗎 其實很不同 資本主義廢 現在看得很清楚 各位 所以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為什麼不一國一制 為什麼中央不出手 中央現在想面對的問題 是一個國際的大觀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中央在這個時候還不出手 其實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因為中央要尊重一國兩制 但是 我現在真的再次呼籲 香港市民 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知道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包括殘奧 快完結了 快完結了 然後還有中美的關係 俄羅斯 烏克蘭的問題 台海的問題 美國又在不斷阻礙著中國發展 不斷抹黑中國 但是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都抹黑的 是不是這些問題都要面對的 香港的問題 最重要做的就是 好像內地現在做的方式 一切安排好 動手 就馬上做 這次體制的問題 一國兩制的問題 說真的 我們找回 之前 我們的總理 去說的一句說話 是不是 很清楚的 那句說話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 誰有很多句話 很多句嗎 是哪位 死了一時間 說在我上面 朱鎔基 二十年前說過的 一番說話 是不是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就是 不單止香港有問題 中央都有問題 這個很大膽 真的 他講什麼 你跟我也有問題 個個都有問題 香港市民有問題 特區政府有問題 中央有問題 香港是不可以搞壞的 是不是 為什麼不可以搞壞 因為這個 有關祖國的問題 是不是 有關我們 中國的問題 你不可以 香港在這兒拖後腿 如果在這兒拖後腿 就好像這次 其實我們也是說的 香港會變成 永遠長不大的巨嬰 如果事事都依靠中央的話 是不是 遇到困難 就只望內地出手 你現在 林鄭 你說了很多次 你說動員能力不行 動員能力為什麼會不行 動員能力為什麼不行 你有什麼問題 我說過很多次 你那幫官員 或者 政府的公務員 廢柴 你 真是沒有意思 我不是指 所有的公務員 我是指 那些 還要在這兒 妥證的那幫 還有不知道在這兒做什麼 那幫 那幫是廢柴 黃庸 黃庸 廢懶蠢 是啊 五個字 你說是 劉害群 還是說 陳毛子 都是啦 黃庸 廢懶蠢 全部都是 陳凡 剛剛 列德權 林鄭月娥 這些全部都是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香港真的是水深火熱當中 我很難置身於市外 我親人都在香港 還有 你資源 你跟我說資源不夠 中間給了多少資源 放在倉庫上 這次大公文匯 社平上高 都直接這樣說 你遇到困難 就看著內地出手 你缺不缺人手 你不缺的嘛 是不是 你缺人手嗎 現在 你現在自己有問題嗎 你現在內地的各個省市 真的在抗疫的壓力 加大的情況之下 首先想到什麼 國家要求 我相信內地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就是 想起 怎樣保障對香港的援助 支持香港的抗疫工作 這些是我們做了很多 有感恩嗎 你看到今天我真的 我真的生過好像辣雞一樣 有什麼人出來又在發瘋 又在說什麼 完全就是表達出 我們的 以前馬仲兒那個會 香港醫生協會那個 那個又出來說話 醫生協會的會長 這次那個叫做 林蕭治 就說內地醫護 可以護肩那個 又什麼 又什麼 又說什麼 無牌可取 又說可能有問題 法律的問題 還有那個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 林志柔 也是一樣的 林志柔還是柔 你聽到連線兩個字 你就知道什麼了 這幫這樣的組織 國安拉了他 同意的加一 各位兄弟 各位姐妹 哈哈哈 他們根本就是不明白什麼叫感恩 阿鳳Sir都罵了他們 他們明白 他們明白的 他們是會向西人感恩的 所以 我們整體來說 你說現在特首 真是 勸又勸過 講又講過 罵又罵過 一切都是為了特區政府好 希望他民望上升 但是你現在 我沒想過要民望上升 我期望他民望上升 他做對的事就是民望上升 做錯的事就是民望上升 做錯的事就是民望下降 是不是 我希望他做對的事 我不是要他死嗎 你這個整體上 不好意思我罵得比你更激 我簡直是豁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中央 是時候要去做一些撥亂反正的事 我在昨天 鳳Sir的節目裡面都講過 由2月16日開始 我們習近平主席 已經是汪寧了 是不是 上個月 2月16日汪寧了 一個月時間都應該出局 一個月時間 你完全做不到 你今時今日 你昨天還跟全香港市民說 你現在又突然間做 強制檢測做不到 突然? 我真的呆了 什麼叫突然 整個月準備 你現在跟我說突然? 你那些專家告訴你 不做就不做? 不是吧 我覺得最突然的 是說突然這兩個字 是啊 剛剛 我們的兩萬年專家 我說真的 他說現在先救急扶藝 當然要先救急扶藝 大哥 救急扶藝不代表第二天 不代表你強制檢測 不做的 你可以分區做的 就是很簡單 我現在在沙溪道 一個小鎮 25萬人口 每天做一轉 做三轉 二十幾萬人口 你很難嗎? 十八區慢慢做 分區 三天 然後又一天再做 你不可以跟鄉渡比較 他經常這樣說 什麼比較? 不是比較 現在是說你必須要做 是事法 是啊 你現在是躺平 你現在完全這樣躺平 你不做事 現在不關 不關 你是不是制度的問題 現在最大件事的時候 是你陽奉陰違 我們自己看到的時候 香港市民看到你的陽奉陰違 我們眼睛都瞪著 為什麼呢 就是有人 可以禮而廉至此 大家明白的 沒有了個此字 完全理解 是嗎? 完全理解 對 我們不是想謾罵的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是以年計的時間 兩年時間裏面不斷提醒 不斷呼籲 不斷要求 整班友仔睡覺 什麼都不做 到現在還在安居樂業 買樓 這些是最令我氣憤的 趁低級買樓 你搞什麼 你怕你沒有工作 你怕你沒有工作 到時候做不到樓案 你現在買樓 我告訴你 這些是不是為民著想 你還有時間去買樓 你這個時候 不是要專心抗疫的嗎 買什麼房子啊 這些說起來就流行 我還在工作看到 有個ad 彈了出來 什麼 我在家工作的時候 用自己的電腦 沒有那些filewall 彈了個ad 彈出來 我按下去看完那個ad 就買了 這麼正啊 是啊 行不行啊 行 你信不信啊 我不信 這個情況 令到香港市民 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突然想起 當年梁錦松 是嗎 是 張年梁錦松的時候 靈智事件 是啊 靈智事件 雖然你買一層樓 是1780萬買的 在2021年12月29日 那時候就開始疫情 OK 但是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不滿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買呢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的一點 香港很難做嗎 你之前鋪排好了 據說警方朋友跟我說 安排好了 現在等吹雞我們就走 完全是這樣的 警方朋友已經跟我說了 那你現在 是不吹雞你吹啊 是啊 到現在不吹雞 到現在又說 喂 就是你在搞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罵 真的有時間罵 那就應該罵了一個半小時 你請說 有兩件事一定要說的 好 你請說 因為我答應了朋友 要在節目上一定要討 好啊 第一件事 就是手帶 是手帶問題 這個派的屁股裡面 是沒有手帶的 你有什麼理由 是會告訴別人 不用再戴手帶的 你如果沒有課的 你告訴別人沒有課 我過兩天再送它過來 你不可以告訴別人沒有的 有很多人呢 其實沒有手帶 都想暑落街 你告訴別人沒有 簡直是開了方便之門 給他們去暑街 還有 現在白癡 都知道要多加追蹤啦 你還要告訴我 沒有手帶的政策 你是不是白癡的 不用說 好 黃庸廢懶蠢 第二件事 上個星期五 晚上的時候 出了一張通告 就說服洋的公務員 就是中過一次招 接著再中第二次了 做了快速測試 出了時 都要上班 蛤? 服洋 不會變成第二條全劍鏈的? 接著那些專家就走出來 說服洋有很多個案子 有些案子就是 之前那隻病毒還殘留在身體 但是那些病毒死了 做個測試 就有機會測到 但是 也有機會是中第二次招的 那我想問 還有那個專家也都 再補充一下 通常你快速測試 還能測到 病毒數量都不少的了 即是換一句說話 其實就應該當是 重新感染的計算 但是我不明白 既然是這樣的 即是服洋的 都可以再成為第二條傳播鏈 為什麼你叫他上班? 怕沒有了這條傳播鏈? 還有 中了招就是work from home 七天之後 做回測試沒有東西的 說的就是七天之後叫他上班 如果是陰性的話 七天之後還是陰性 不說的 14天之後看他就是陰性 14天之後陰性就叫他上班 這14天還好 從 home 你為什麼要叫他回到公司 做另一條傳播鏈? 怕香港能掩蓋病毒嗎? 怕傳播鏈不夠多嗎? 怕還是說 他第一次出事的時候 快速測試驗了 那就錯過了一個播毒的機會 我現在給你第二次機會 你第二次中招也可以 這次我不阻礙你 你快點回辦公司播毒吧 是不是這樣? 還有 你這一份是政府出來的 政府出大把機構要跟的 如果不是不知道怎麼辦 政府出一定最穩陣 大機構就是這樣 即是你政府衰弱 還要用這一招做個示範作用 要全香港的大機構要跟著你 嘩 高啊 這一招真的 那些黃人做了這麼久做不到的事 你做完了林鄭 好東西 那這些是不是愛港的估治者呢? 我只可以說一句 我完全同意 今天大公報的說法 是不合格 甚至乎我懷疑不是愛國愛港 但是如果 你還說愛國愛港管治者 就不是合格的 嘩 真是最後都要我爆 看阿sir給你 他是愛美愛英 但是不愛人民 不愛中國 這個很明顯 是不是? 我們現在不未見大意 我現在直接說了 就是這樣 其實三件事 三件事 在2022年3月15日發生的 民望剩下12% 貧指股災 你跌了三十幾個% 由去年到現在 離世者又破紀錄 過多兩天 你就會超越武漢 估計死亡人數 那中央什麼時候出手呢? 請他下班 即是沒有班 A軍 A軍 都是一個他 一個兩制 就不要 被人有藉口 去動你 你不用叫他不做特首的 你完全要超越 他整個抗疫的統領 的職位了 他有統領嗎? 你甚至乎不需要叫他走的 你只是 但是呢 以後所有的聯絡 找 例如 李家超 林鄭正是負責 每一天 出來見記者 統一口徑 去說話 跟稿讀好了 讀完段稿回家 看電視 不要上網 不用回電郵 你一個月 這樣動在這裡 收40萬 我沒有問題的 你最重要 什麼都不要做 可以的了 你幫到香港 你最大的貢獻 就是動在這裡 不要做 冷靜點 冷靜點 我當然是爆血管 有事給李家超做 哎 講完 沒錯 總之 大家知道現在香港應該怎麼做 總之 換人是有效的 換人去統領 有效的 李家超做 其實OK 因為這個人 這個人 去到上個星期 我都覺得 是震前不逆帳 但是這個人是什麼 我講完我的理由 我講我的理由 我走到你那邊 就是上個星期五個張 記憶 你這麼沒有 記憶的記憶走出來 現在是中央 教你怎麼做 幫你怎麼做 然後你在每一個 在你可以控制的細節裡面 都要令到那個細節出事 所以我是不會讓你鬥任何一個細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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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完全同意 今天我們又講了一半小時 真的到此為止 哈哈哈哈 我們真的天天 所以 中央如果是聽到我們的節目 麻煩 再考慮一件事 你再給一些 你不要說大件事 經他手 細節的東西給他手 他都會滲一些東西下去 令到那個東西變成傳播鏈 這個人 你什麼都不能讓他碰 他現在不是在動態清零 他在動態躺平 說完 好 A君 多謝你 好吧 好吧 再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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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真是好好的保重 其實每一天 我都想著 這件事就會有好轉的情況 但是每一次 總是令人失望 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 到現在 都是出以反而 做不到 應該要負上的責任 所以我們真是呼籲總央 盡快出來 救民於水火 這個才是重點 真是沒辦法 無論怎樣做得好 我們期望 現在香港 過得更加好 好吧 OK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